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分得差距 Sozama 门 康 郓 俄赛 接着那对区差不多是露鸣 resonance ilateral 柏 Gone 康 多多 勇区 尾三刀陵伏星尾以包尾仓是总理 暂时形势还未有大变 一路转弯向着直路转弯时 夺金精灵是否这么聪明 是否千八可以放到回来 暂时都要旗下 但智取神区说王志宏按着都上来过去 跟上来是天人合一 扔出外档和家宝神区 其他热门马在哪里 独角兽出租外档这个位置 冲不冲都上来 在外载波尔多内档的柏林探哥 最二百万的时候前面智取神区 一路骑一路片 还带着两个马位 后面上来是天人合一 内档那边多多勇区 这位柏林探哥从来都没有 他最第一名智取神区王志宏起码 第二名天人合一 第三名多多勇区 第四名家宝神区 王志宏今晚起码这场有点运气 无端端有个奪金精灵放到他 多谢他是杜娜 其实他也有点捉到手振振 其实他的马也不容易 绝对他有贵人帮忙 贵人帮忙 这边就迷你了 还要拉到头尾隔很远 其实这场的步速不快 对 你看看分段时间 末段23秒65是最快的 前面步速是慢的 但是拉得很松 结果现在要进桥的两个 其实赚了一个慢步速 拉得很松 后面也说输得远 输得远远还慢步速 那怎么追呢 那读角兽就慘了 只会走出去 很多都慘了 因为步速慢 小时读角兽其实早段 他能够收到二叠 不过弄下弄下弄下 不知怎样 都会出了三叠 这边已经够了二叠 步速可能也会慢 你看后面的刀灵福星 他捉到有些肠 你看 再来转一转 粉红色衣服 尾尾尾巴沒有,彈彈彈彈彈 近期都勵衝,這場也沒有衝 但這場又好像拉得很鬆 又沒有人中斷法力 前面那些又回來了 除了奪金正妮還沒得到 那場又會停 天人合一,真的要找些遮擋的馬 這場又是剛好形態,拋得很低 他也賺了一份 杜國秀,早段始終不太熟手 這場有時候也會有些搶口 回來騎來不多 王志宏今晚贏兩場馬,兩場都被騙 一場就騙入,一場就騙出,騙入 幸好帶來了 你走回去天人合一的跑線 其實是,幸好帶來了 看看第四名的照片 整排馬一起拍,家寶神區拍到 分針時間,頭段13秒85 第段23秒14 第3段24秒65 第4段24秒91這段晚 末段23秒65總時間 1分50秒2 這些是蔡賢估不到的形勢 因為今晚其實不是特別好離放 如果一隻絕金精靈不是這樣放頭 被一隻自取神鞦看空了 我想未必一定人都這麼輕鬆 他少少帶點急 不過現在整個形勢都很遷就 那絕金精靈離開,其實也幫到扣女 幫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也需要有借檔 因為近期天人合一拍都不好 都是因為早點網空了 他也是這樣 網空了他會走多了 一些異疊 回來通常都不多 這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事 就是 柏林探哥潘頓叫做追少少 又不是追很多 不過這些網紅始終的演出 都不是那麼可靠 這張可恰的衣服是兩隻 兩隻都會飛的 如果有一二一冷就好了 扣冷那隻,兩隻又會飛 兩隻都沒有 一外一內都沒得追 其實整排馬一起過 兩隻神驅都要進 一隻第一隻第四 神驅更厲害 這場又神驅,又有很多福星 又用驅,有很多雙途的名字 好了,看完八場賽事 還有一場尾場 尾場是跑場高班一點 二班,1200米 很多近期跑得好的馬 同場對壢 起步的時候 應聲彈出很有心得 最快,電器騎士起步也快 我當是合火紅心大 我當是蒸蒸日想 貼欄八號那一匹是傑出君子 這幾隻比較快 然後四季繩是中游位置 內側還有一代天嬌 美麗奔馳上次是左 今次換了艾道 暫時守衛第八位 然後年少有威魅力補區 包美那一匹是聲耀王者 開始上大石斜坡時 電器騎士王志宏今晚跑三隻馬 贏了兩隻 這隻行不行,帶頭叫住 拍到來就蒸蒸日想 守衛著第三位很有心得 貼欄第四是傑出君子 然後合火紅心在外碟 中間位置是四季繩 內蕩是一代天嬌 反而美麗奔馳上了一點 一代天嬌少少退了兩步 然後魅力補區年少有威 包美仍是聲耀王者 差不多進來最後直路時 前面電器騎士丹騎帶出來 王志宏可否贏第三場頭馬 暫時叫住烏仙 貞欄日想上來逼他 內蕩結出漢子 走出外蕩很有心得 美麗奔馳今次沒有馬鎖 大條路上來 前面電器騎士帶到這裡差不多了 被馬癡住了 內蕩上來有傑出君子 外蕩美麗奔馳中間蒸蒸日想 很有心得 四季拍著鬥賽 外蕩一蓋過了 美麗奔馳贏第二名還是很有心得 第三名傑出漢子 第四名蒸蒸日想 應該贏 上一次也挺不好運 美麗奔馳 上一場應該贏了 上來的時候很帥 上一場贏了很有心得 拿不到跑馬地挑戰杯半份 不過他也很棒 其實這場也很有心得 第二因為上次都真是 那隻又左那隻又左那隻才贏 緊緊贏了一臂 他真是很好跑 帶頭、頭催、巨重 很難倒他 還有今天他出得快 雜訊很快 這隻彈出來 希斯代表作 雖然現在都上到高班 都代表作 保持得好 馬狀態 傑出漢子也是跑過狀態 馬跑過Fidge 他沒有分 都差不多了 電器其實試了一場已經知道他沒有分 他還是交得準 有些馬 其實很有心得或是傑出 貴久了 相對美麗奔馳 貴初是攤不著的 這些馬就不用換腳就贏了 不一定要換腳的 有時 一直戴著右腳 有力就可以了 有些馬不喜歡換腳 習慣了是這樣 都輕鬆贏了 其實都 看看第二名張相片 第二名是近一點 很有心得 拍到 拍到也會贏的 拍照 第一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76 第二段22秒71 或頭段23秒64 總時間1分10秒11 這組有很多馬 你們說是同場對女過 一場是440 很有心得贏了 一場是444 就是一代天驕贏 蔡前征以為444是比較厲害 一代天驕贏了 那隻貴雷都很成績的合國鴻心 可能你沒有計錯 其實 不過一對馬回來也有事 一代天驕贏流鼻血 火鴻心 左前腳不良於行 一隻鼻血一隻就好 444兩隻 第一第二 這樣 這樣到44來 那是合理的 他440這隻坐正是很合理的 上次這樣塞法大家都看到 精靜爺上的檔位也沒那麼好 這些馬都站得住 這些班辭 他好像也多了一些辦府 以為初初都要泥地 沙田也不錯 現在過來谷草 這組是谷草強組 他今天虧得最多是他 他跑得很好 其實 其他馬都… 這組都值得多參考馬 不過魅力寶區 這些算不算終於斷纜呢 這次真的不追 這隻也是神馬 但他又不是輸得很遠 這些馬 你說要現在咬定他斷纜 我覺得更可能是早一點 你輸到最後 你賓慈很合理 上次擺明 賓慈不堅持就贏了 再留意一下有甚麼值得跟進 今天看完九場賽事 接下來跑星期六 星期六十場賽事 在沙田上演 最後兩點再見 拜拜 下次見 繼續 明天見 臉